这都是蒙佛运加持 我们不止于躲上我头 你看 离开了阿弥陀佛 我们要冷静去反省 我们的一生思想隐形 就造的这些业 硬不应该躲上我头 认真反省自己就知道了 那我们不想躲上我头 就得学银河法师 真正忏悔改过向善 念佛求生净土 真的往生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不躲上我头 超越六道轮回了 还超越舍法界了 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 祝佛如来都说不尽 这是死实真相 是为本愿之殊胜 这是阿弥陀佛 无尽的慈悲 对 法界虚空解 六道三徒里面造作罪业的众生 伸出援手 只要 造作深重罪业的这些人 能信 能忏悔 能发愿 过过度得久了 真是 佛门常说的 佛师门中不识一人 这个话用在尽中 用在阿弥陀佛 那是究竟圆满 故言 四十八愿 愿愿结为众生 大悲慈父 恩德无欺 无悲佛土 当何以报 我们今天做了六页文 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待我们 我们要知道感恩 要知道报恩 不能一教奉行 那就辜负了阿弥陀佛 如果感恩 那怎么报恩呢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就是报恩 阿弥陀佛 确确实实 希望我们快快地回到基督世界 早一天 挣得圆满的佛果 我 感谢观看